大飛翰天娥 民建聯的立法會議員葛佩帆接受電台的訪問的時候 他覺得香港的虐疑個案發生很多宗 在這裏他首次講述他的童年 包括遭爸爸家暴 刺起他的頭髮就打 打到臉腫回不了學 五個手指引在臉上你看過沒有 他曾經十分絕望 更加到天台肉自殺 但因為看到大海 覺得未到過海底的動物 覺得很不值 決定放棄犧牲的念頭 他說他是來自地獄爬出來的人 只要不放棄 這樣就可以了 由葛佩帆把口說出來 真是難聽過粗口 因為來自地獄的人 然後將整個香港拖回到地獄 更重要的 你現在講的是不是事實 當一個連學歷都造假的議員 講大話的人 今時今日會不會希望得到自己一些利益的時候 放自己老爸上台 當然你不能夠否定有這個可能 但更重要一點 就是既然你被家暴的時候 你知道年輕人的痛苦 你知道作為年輕人 所面對的壓力的時候 竟然支持特區 尤其林鄭月娥為首的時候 對於一些警察 向一些年輕人 私用的暴力 你又欣然這樣支持 令我覺得很奇怪 有沒有說錯啊 是不是 但是我都相信的 好像其他的年輕人 他們已經在監房裡走出來 他們會有他們自己的想法 剛剛也都見到李大 有些人坐完牢走出來 結果取消他們的學職 他們已經找了數 他們本身就是李大的學生 到今時今日開除他們的學職 一個所謂的學職的話 那究竟是哪一個 影響學校的聲譽 學校不是應該有教無類嗎 為什麼見到大肥 經常看到這些新聞 會很憤怒 會罵到仆街 就是源於這件事 如果你真的感同身受的 當有些年輕人受壓迫的時候 你不挺身而出 想辦法去令到他們 有一個正確的觀念 然後你支持別人用武力 去將他們打壓 甚至開槍 我問這樣是怎樣 當香港的輪落 想爬出來的時候 你現在又將香港 禁回到地獄那裡 是不是因為你地獄走出來 跟著最緊要就是你安全 與其他人的不顧 那杯飯 我真是沒有辦法理解到 這些所謂的建制派 也都沒有辦法想得明白 他們的腦子在裝著什麼 哪一個才是真真正正的 現在在欺壓著年輕人 他在做的事情 會不會就是他爸爸 當日對他的做法 是不是因為他已經得到 斯德哥爾摩症候群 就是當日我在地獄爬出來 那我都想你們堅強一點 那你們製造一個地獄給你們 讓你們有機會在地獄爬出來 看看那個海 你們又有希望的了 但是千萬不要 不要什麼 不要反對打你的人 就是好像今天葛珮帆那樣 他有沒有說他的爸爸不安 他講他自己好而已 就是是不是隱喻年輕人 就是來到這裡 不要說 氣壓和打壓你的人 最重要 你即使在地獄 你想盡辦法自己爬出來就可以了 算數了 一幫民建聯 一幫工聯會 不要緊 最重要 香港 勝在就是有這幫人 節目做到這裡 希望大家Like 追蹤 Share 訂閱科金 看廣告 可以的話加入會員和Patreon 代表安天娜 需要大家的支持 拜拜